所以回到这个地方 来到目多展开了 其实一样 到处都是这种烦恼 真正的朴素的老百姓 每一天面对自己 具体生活的人 其实往往没有 特别强的虚无感 你不信你走在街头 你把一快递小哥拦下来 你问他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 人生意义的问题 我估计人家会说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你别烦我行不行 对吧 那你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每一天繁忙当中 人们在最饱满的 具体生活里 不断的 这个 去奋勇生活的那些人 其实真的是让人致敬的人 所以 儒家义这有个讲法 叫理师求主也 这个理师求主也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真正的空虚反而是 想事太多的人 特别容易虚幻 特别容易空虚 真正有闲暇的人 特别容易虚幻 特别容易空虚 今天的中产阶级 特别容易虚幻 特别容易空虚 所以我最近常常讲 中产阶级的道德 是最靠不住的道德 中产阶级普遍的虚伪 这个要注意 所以中产阶级区 也是靠不住 当然回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不多展开 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 还不是一个中产阶级 我们要谈到的是 那个时代的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 当他们真正开始 陷入到这个虚无主义当中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形态 就是对天下责任的 莫不相关 这种对天下责任的 莫不相关 形成了他们那种 特定的生活形态 这个形态就是清谈 清谈的清 跟清义的清 东汉末年是清义 到了魏晋时期 是清谈 但是大家要注意 清谈和清义 这两个清是不一样的 清义那个清 对的是浊 清谈这个清 它摆脱的是 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彻底把自己拔出来 所以莫不相干 天下治理的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标柄史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活得那么累 有什么意义 对吧 像前辈英雄一样活 天下不也就这样吗 哪怕像前辈最伟大的英雄 那么活 最后不也是一堆烂骨头吗 那所以这个时代啊 人们普遍 这个门法士族 其实生活是极度奢靡的 这个时代 普通人 那个生死 是完全不被介意 你们去看看那个 事说心意里面 讲王敦的那个故事 请吃饭 嗜切劝酒 只要对方不把酒喝干净 直接就推出去杀掉 然后那稍微厚到点的人 哪怕不能喝酒 都把那酒喝干了 这个叫王敦的家伙 就是不喝 推出去杀就杀 杀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杀的 哪有什么人的自觉 没有 天下责任默不相干 虚无主义达到极深的程度 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啊 这个有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不感慨 士大夫精英啊 或者是士大夫阶层 太不关心天下 一定会亡天下 所以 未尽是士大夫 对天下责任的默不相干 亡了天下 当士大夫太关注天下的时候 也会亡天下 这个代表性的就是北宋 北宋士大夫 普遍有这个超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 这个也带来了一个麻烦 这个当然这个 这个我们说两个极端都不好 那么回到这个地方来 时代的虚无主义 而这个虚无主义体现为 我们说这个 可以概括出一句话来 就是人怎么活着有区别 刚才我讲 那么在这个时代 开始出现了未尽玄学的努力 未尽新学风的努力 未尽玄学实际上就是未尽新学风 而未尽新学 有别于旧学 有别于这个旧学 有别于什么 有别于汉代的精学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以为未尽玄学是 普遍的思想潮流 未尽玄学是 小众当中的小众 是真正意识到 虚无主义 士大夫的虚无主义 并且要努力的克服 这个虚无主义的 那极少数的深刻的哲学家 其中代表性的人物 当然是前有王毕 后有吉康 这是代表性的人物 这个是未尽新学 当时普遍性的学风 还是两汉严惩下来的旧学 所以当时的这个未尽新学风 最核心的区域 那个男学 男人之学 北人之学 那个男人之学 指的不是江南 那个男人之学 指的是河南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大家要去看 唐长茹先生的研究 这个未尽玄学研究里面 包括未尽史的研究里面 唐长茹先生的研究 我不能不说 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认为是最凭证的 最凭证的 其实我现在 喜欢唐长茹的程度 远远超过喜欢陈英雀 陈英雀那股子怪异的贵族气 挺受不了的 我后来我仔细想想 他们家真贵族吗 省委书记这级别 就贵族了 天天在那 在那说自己是贵族 然后认同自己 认同历史上那些贵族 挺受不了的 我当然 抱歉 抱歉 我也是 可能 可能伤到在 该在座的各位 不管 没什么兴趣 我现在看都不想看 看不下去 因为分析历史的要素 太过简单 但是唐长茹完全不一样 可以去看一下唐长茹 关于魏晋南北朝 那个历史的那个两本论文集 那两本论文集都非常非常的棒 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 他关于清谈跟清义的那个文章 以及关于这个魏晋新学 和这个旧学的这个问题 他明确的讲魏晋新学风的地域性 这个地域性就是河南 那个男人之学指的是河南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河北之学 黄河以北的学风 和长江以南的学风 都是旧学 那么新学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是因为 经学不能够 不能够再承担价值基础的功能 换句话说 价值问题的解决 用经学的这种权威 已经不足以来提供答案了 因为价值问题简单的说 这是我昨天在上海 在这个 龙家嘴图书馆讲的时候 我也讲到这一点 价值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价值的问题核心就是应该呀 但是应该的问题 你要就是所有的 你想一切价值问题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应该的问题 那你要解决应该的问题 那你进一步的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你进一步的要回答 为什么应该的问题 而为什么应该的问题 你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讲 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引用一个经典权威的话 比如在一个普遍接受 孔子权威的时代 我们只要说孔子曰 就行了 你比如举个例子 诸禄之间 辩论 两个人援引的权威 一定援引 就只要援引到孔子 这事就不用变了 然后当然变的就是 对孔子这句话怎么解释 听明白了吧 就你理解错了 但是孔子这句话 孔子的权威是不被质疑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在古代也是非常常用的 常有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方式 诸禄之变的时候 他们当时都各举各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陆九渊 其实俄狐之会 大家都知道 俄狐之变 特别著名 但俄狐之变那个讨论 其实那个哲学内涵很低 他们讨论的是维学方法 关键就是应不应该读书 那陆九渊说 道德修养要读书干嘛 读书多 这个人道德就高吗 我们见过多少 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 我们见过多少知识越多又无聊的 知识越多越猥琐的 念书人就比别人有更高的这个 这个道德水准 我怎么 我怎么 我怎么不信呢 对吧 我见到的情况不是这样啊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你不是说你越 你读书多就怎么样 那陆绝人说 那我们追求完善人格 那我们干嘛要读书啊 然后他想质问这个朱子的时候 那个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 尧顺时代 尧顺以前 无书可读 那时候怎么成为君子 所以他来证明读书不必要 然后朱子其实也 也内心里准备了一个 没抛出来的问题就是 若不读书 孔子每天跟他的弟子在讨论什么 听明白了吧 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 他援引了权威 所以我们援引权威是一种方式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援引权威的方式 一定是这个权威被普遍接受的时代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一写文章 柏拉图如何说 你只要一引柏拉图 其实说明你认同柏拉图的权威 你认为柏拉图说的话对 然后你说柏拉图既然这么说了 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 但是到了未尽这个时代 由于价值危机深化到了 生命的根基处 时间 死亡 人生的意义 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 固有的经典的范围内 不在固有的经典范围内 能得到解决了 比如举例子死亡的问题 关于生死问题 古往今来最明达的态度 莫过于孔子的态度 畏之生 焉之死 有人老在说 哲学关心的是我从哪来 我是谁 我到哪去 你到哪去你自己不知道 当然你肯定不知道 你去那个地方到底是啥 对吧 你哲学难道关心死亡 什么是死亡的问题 你如果哲学天天想 什么是死亡的问题 那你哲学岂不毫无意义吗 你怎么努力都没用啊 因为你又没死过 死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再也没回来过 对吧 你有什么证据呢 所以回到这里 对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东西 你能说出什么来的 所以未知生 焉之死 非常明淡 但是问题是 当一个时代 这个死亡以如此凸显的方式 呈现在面前的时候 然后时间已经变成了 朝向死亡的 单向度的急速流逝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去面对生死问题 怎么可以 但是不有经典的传统当中 没有啊 大概如果有的话 也就这个异传的传统 但是异传这个传统里面 仍然不能发挥出 那种安顿人的生死 这一念的这个东西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这个时代 就开始出现了 新的这个思想 而这个新的思想呢 一方面 经典依据发生转变 这个时代 三部核心经典 跟两汉的五经为核心 发生了根本的不同 根本的变化 这个时候开始以三玄为核心 而这三玄 就是老庄义 庄子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 周义开始得到凸显性的重视 因为这个层面的问题 其他经典解决不了 你用诗经来解决生死问题 你想多了吧 你用理来解决生死问题 怎么可能 所以老庄义在这个时代 成为这个时代的 这个经典解释的核心 那么仅仅用这些经典 仍然不够 于是这个时代 普遍开始出现了一种 对自然之理的 这个强调 也就是说 你用引用经典作为权威 这有的时候是有效的 有的时候是无效的 这里面最著名的一段 这个辩论当中的 这个权威的一段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 《生无哀乐论》 《生无哀乐论》里面 鸡康就非常代表性的 典范性的就讲了 这个一个观点 说这个要讨论 辩明犀礼 要讨论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求知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已经明确了以后 再用前言往事以为正 用历史的记载 作为一种佐证 你不能把它作为根本的根据 所以这个时候 对自然之理的强调开始凸显 所以魏晋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方向 这个理这个字的出现 理这个字的强化 从魏晋这个发展里面 你看在王毕那里面 理这个字 道理这个理出现的还不多 到了鸡康的写作的时候 道理的这个理出现次数 就非常非常多了 到了郭向的庄子柱里面 理这个字出现的那个篇幅 那是令人震惊的 就郭向柱里面出现的理 比庄子本文里面出现的理 这个字 这个是 差距太大 那个比例太高 成多少倍的放大 这个我没有去做过统计 这里面体现出了一个 非常根本的倾向 就在于 这个时代的 最核心的这些哲学家 开始关心 如何在根本上重建价值 那么王毕 郭向 这个 从王毕到郭向的发展 这个就是魏晋时期 最核心的伟大哲学家 对那个时代的 价值危机 精神危机的回应 这个背景 我想其实 大家应该能理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